他本是朝鲜的贵族夫人 却被蛮夷当街掳走 沦为俘虏 当吉彩和婢女重重醒来时 他们已经在被押送去往倾国的路上 浩浩荡荡的俘虏队伍一眼望不到头 每个人都衣衫褛褛 凄惨无比 吉彩强装镇定地冲着管事的人大喊 自己不是俘虏 命令他们马上放他和婢女离开 然而他话音刚落 只见有个俘虏想要逃跑 马上就被看守一箭给刺死了 吓坏的吉彩瞬间认清了现实 很快就有人撑不住 那些晕倒的人也被蛮夷直接刺死 扔在了路边 此时崇崇也严重地体力不支 吉彩吓坏了 他连忙用内衣里藏着的首饰 收买了管事的 让崇崇坐上了车 队伍离沈阳越来越近 眼看着逃跑无望 崇崇向吉彩提议 到了沈阳后就去找长衔大人求救 长衔是吉彩的初恋情人 在被吉彩抛弃后 他就以一官的身份 跟随朝鲜世子去了沈阳 吉彩一口拒绝了 从从还说自己即使见到了长衔 也不会向他求助 队伍走到一处村落时 蛮夷们纷纷停下 向路边的小贩买东西 吉彩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他连忙四下寻找的一块布 咬破手指 写下丈夫剧元五的名字 和吉彩沈阳的字样 接着将布条塞进戒指里 扔给了路边的一个妇女 他希望日后丈夫能顺着 他留下的线索找到他 女人捡起戒指和血书 一脸疑惑地看着吉彩远去 虽然他不识字 但还是留下了吉彩的血书 队伍终于到了沈阳 所有的俘虏都必须在城门前下跪 倾国的皇上还下令朝鲜一官前去观看 只见将领命人 拉出三个逃跑过的俘虏 在俘虏面前斩断他们的绞筋 以锦效尤 俘虏们吓得抱头缩成一团 一官们不忍直视同胞被残害 只有长衔默默地注视着 然而可惜的是 他并没有发现人群中的吉彩 仪式结束后 吉彩和丛丛被王府的嬷嬷看上 带回了王府 长衔和吉彩就这么在眼皮下擦肩而过 原来嬷嬷带他们回来 是为了公王爷挑选事情 颇有姿色的吉彩和丛丛被王爷选上 一旁的王妃极度地看着吉彩怒火中烧 而吉彩因为听不懂满语 还不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的是什么 一个朝鲜同胞婢女带他们去换衣服 吉彩趁机哀求女人替他们去解释 他们并非俘虏 小珍只觉得吉彩很可笑 不管是不是俘虏来到了这里都要服从命令 要不然就会被善妒的王妃扔到俘虏市场 俘虏市场是比王府恐怖千百倍的人间炼狱 吉彩不甘心坐以待毙 半夜他叫醒了小珍 请求小珍教他几句蛮语 他要亲自向王爷解释 第二天 吉彩大胆地冲到王爷面前 说了昨晚学到的话 王爷听了非常的开心满意 而王妃气得脸都绿了 吉彩察觉到王爷的反应不对劲 他抓住小珍想要问清楚 小珍却神色慌张地甩开了他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王妃的耳光就狠狠地甩到了他脸上 他又满语怒斥 吉彩竟敢勾引王爷 随后命人把吉彩拉到后院准备冻丝行 吉彩看着滚烫的开水 和不满鲜蟹的闸刀吓坏了 王妃让人把他的手按到了闸刀下 要斩断他的手指 在千钧一发之际对嬷嬷拦下 嬷嬷警告王妃 吉彩可是王爷点名要的人 身上不能出现一丁点伤痕 而且王爷如果发现是王妃虐待了吉彩 到时王爷可饶不了王妃 王妃听罢 只能气愤地放过吉彩 熬过一劫的吉彩 吓得瘫坐在地 回到寝室后 另一个同胞才告诉吉彩 吉彩被小珍骗了 那句满语是 请求王爷宠幸自己的意思 说着 他向吉彩伸出了自己被斩断的手 他劝吉彩不要再动逃跑的念头 否则这就是下场 吉彩吓得不敢出声 往后 他一边忍辱负重 一边默默地等待逃跑的机会 在另一边吉彩的家里 聚元5发动所有的家丁去寻找吉彩 苦寻无果之后 梁音带着一个男孩 找上了聚元5 男孩说他亲眼看到两个人 把吉彩和丛丛迷晕抓走了 梁音说 最近有很多俘虏 私自从沈阳逃了回来 蛮医们找不到逃跑的俘虏 就会抓一些无辜的人 回去填补空缺 吉彩很可能就是被抓去当俘虏了 然而 聚元5并不相信梁音 因为梁音是长贤的弟弟 他怀疑吉彩和长贤私奔了 而梁音就是长贤派来善后的 梁音为了证明自己的话 请求聚元5让他去找吉彩 眼看着没有其他办法 聚元5只能答应 梁音和严峻顺着清军 押送俘虏的路寻找吉彩的踪迹 在那个小村子 他们发现了吉彩留下的血书 看到血书的聚元5终于相信 吉彩被满意抓了 梁音说要救出吉彩 必须即刻去沈阳 而且还要准备好一大笔赎金 于是聚元5绸集好银两 带着家丁上路了 在王府里的吉彩 轮到了士寝的日子 吉彩还被蒙在鼓里 从从在其他的婢女那里 听说了 他把士寝的事情告诉了吉彩 吉彩顿时也不知所措 从从说 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 从这里逃出去 他决定无论如何 都要想办法向长贤求救 只有长贤才能把他们 从这里救出去 话音刚落 嬷嬷就带着一群人 把吉彩拉去沐浴更衣 准备士寝 从从在院子里 看到了一个义官 他连忙拉住对方 哀求他替自己向长贤转达 就说吉彩在沈阳的王府里 义官还没来得及听清 从从看到王妃走过来就吓跑了 在浴室里 吉彩被吭取衣物 嬷嬷围着吉彩 全身上下打量了一圈 十分满意地说了一句满语 嬷嬷走后 吉彩连忙拉住小珍 问他才那句满语的意思 小珍说 吉彩身上没有伤疤 干干净净 会得到王爷的宠爱 吉彩整个人都懵了 他不甘心就这样 沦为王爷的玩物 想起嬷嬷的话 他立刻想到了一个主意 他心一横 用花瓶砸在了自己的额头上 嬷嬷纹声赶来 看到吉彩血流不止 还唾了像这样有瑕疵的女人 王爷不会再碰 嬷嬷气得立刻让人把吉彩 拉到俘虏市场 高价卖掉 以此榨干吉彩的价值 被带到俘虏市场的吉彩和从从 看着眼前的惨状 吓得目瞪口呆 从他们身上 吉彩似乎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第二天一大早 俘虏市场就开始拍卖俘虏 俘虏们像商品一样 被拉到台上 扒光衣服 毫无尊严地任奴隶主挑选 吉彩和从从紧紧地抓住彼此 脸被吓得发白 管事地说 下一个拍卖的就轮到吉彩 吉彩苦苦哀求男人放过自己 只要男人放过他们 他的丈夫一定会送上一大笔赎金 管事地说 吉彩似乎没有弄清楚状况 在俘虏市场 他见过孩子来赎父母 或者父母来赎孩子 再或者妻子来赎丈夫 但是从来没见过丈夫来赎妻子 因为女人一旦来到这里 就失去了最重要的贞操和敏捷 没有哪个男人 会傻到花钱赎一个没有价值的女人 吉彩彻底的绝望了 他紧紧地抱着从从 等待命运降临 然而 此时突然有俘虏口吐白沫倒在地上 管事的害怕是传染病 急忙打开牢门上前查看 却不料被伪装的俘虏打倒在地 俘虏们趁机暴乱越狱 吉彩也拉着从从一起逃了出去 俘虏逃跑后 俘虏猎人立马出动抓捕 吉彩拉着从从没命的逃 身旁的利剑飞驰而过 显向还生 猎人首领瞄准了吉彩放剑时 却被长贤的道来分了心 长贤作为朝鲜的俘虏猎人 经常和首领在抓捕俘虏时会面 但长贤的目的不是抓俘虏 而是暗中保护和救助俘虏 此时首领再次搭剑瞄准了吉彩 长贤也拉弓 准备再次打下首领的剑 随后一群俘虏女子 被蛮夷追到了悬崖边上 为了不被抓回去玷污清白 女人们纷纷用裙摆罩住头 跳下悬崖自杀 吉彩不屑于为了束缚女子的礼教 放弃生命 他苦苦劝说婢女从从 跟自己一起活下去 剩下的人也被吉彩的话感染 不再自杀 最终几人抱作一团 被蛮夷全部抓了回来 回到俘虏市场后 管事的为了惩罚他们 直接把从从迈到了很远的地方 而吉彩则被拉去给一个 肥头大耳的蛮夷事情 吉彩看着满屋子的人 顿时吓得不敢出声 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才能想办法逃出去 另一边 吉彩的丈夫剧原舞 拿着吉彩的画像 来到了俘虏市场 这里凄惨的景象 让他不忍直视 难闻的气味也让他作呕 他不敢想象 吉彩在这里经历了什么 他想起再来沈阳的路上 有同行的人曾劝他 没必要来赎妻子 因为进到俘虏市场的女人 都被蛮夷电污了 想到这的 剧原舞的内心开始纠结了 一直到了晚上 剧原舞才从管事的那里 打听到了吉彩的下落 男人幸灾乐祸地说 白天已经把吉彩 卖给蛮夷事情了 听到吉彩已经被电污 剧原舞退缩了 他无法忍受 别人会因为吉彩 对自己指指点点 于是他打道回府 任由吉彩在俘虏市场 自生自灭 一家人没看到 剧原舞把吉彩带回来 都难过不已 两应得知 剧原舞没把吉彩赎回来 他担心吉彩有个三长两短 长弦会因此难过痛苦 于是他决定去沈阳 把吉彩被关在俘虏市场的事情 告诉长弦 吉彩被卖去市井后 拼命咬掉了蛮夷的耳朵 才躲过一劫 蛮夷生气地把吉彩 退回了俘虏市场 管事的被吉彩的强硬气的不行 为了让吉彩死心认命 他把剧原舞来过又回去的事情 告诉了吉彩 吉彩心中的那一丝希望的火苗 被彻底浇灭了 他挣扎抗争了那么久 换来的竟然是这样的结局 他绝望地摊坐在牢房里 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 第二天吉彩被拉出来雇驾 就在他心如死灰之时 竟然看到了长弦就在不远处 他定定地看了许久 才确认那不是幻觉 然而当长弦回头时 他却立马转过脸去 他没脸让长弦看到 自己这副落魄狼狈的模样 而长弦似乎也发现了一个 和吉彩很像的身影 但他很快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毕竟吉彩可是堂堂的从事官夫人 他怎么可能会出现在俘虏市场呢 回到牢房的吉彩 回想见到长弦的瞬间 泪流满面 恍惚间 他看到长弦走进牢房说要救他出去 然而醒来时才发现是自己的幻觉 长弦回到了家中 但脑子里那个很像吉彩的身影 却一直挥之不去 就在他心神不宁时 梁英在这时抵达了沈阳 长弦顿时红了眼眶 原来他在俘虏市场看到的那个身影 真的是吉彩 而他已经不止一次见过那个身影 在沈阳城门前 他见过一次 在和俘虏猎人去抓俘虏时 他眼睁睁地看着那个身影 被蛮夷抓回去 他顾不上其他 直奔俘虏市场 挨个牢房寻找吉彩 他自我安慰一定是良因搞错 吉彩怎么可能会在这里 直到他朝着拍卖俘虏的看台走过去 吉彩被当作一等品 拉到台上拍卖 管事的随意抚摸 展示着吉彩的面容 台下的买家兴奋地大声叫价 万念俱灰的吉彩 两眼空洞地看着远处 他又一次看到了长弦 他以为是自己又出现了幻觉 直到长弦朝着自己走过来 长弦红着眼眶穿过人群 将阻拦自己的人一一打倒 一步步来到了吉彩跟前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吉彩这副模样 眼泪瞬间流了下来 管事的命人上来打晕了长弦 就这样 长弦和吉彩再次分开 长弦醒来后 第一件事就是返回俘虏市场 他悄悄向管事的买下了吉彩的一页 吉彩被带到一个昏暗的房间里 看到房间里摆着新衣服和一桌酒席 吉彩吓坏了 以为自己又被抓来事情 没过一会 长弦推门而入 在这种地方相见的两人 心中都不免唏嘘 长弦说 吉彩应该在朝鲜幸福地活着 给他看才对 更让他不解的是 吉彩明知道他在沈阳 却为何甘愿受折磨 也不愿向他求救 吉彩说自己无法偿还长弦的恩情 让长弦什么也不要为自己做 长弦抓住吉彩的手 看着他头上的伤疤 心痛的眼泪夺眶而出 不管吉彩说什么 他这次一定要救下吉彩 吉彩孰身管事的坐地起价 开出300两的价格 但随后又出而返而说不卖 被激怒的长弦 狠狠地把男人和他的手下 通通收拾了一顿 男人这才乖乖地同意孰身 为了让吉彩放下心中的负担 长弦为俘虏市场的所有俘虏都赎了身 长弦再次推开吉彩的房门 向吉彩伸出了手 这一次吉彩不再拒绝 长弦把吉彩带到了阁楼上 两人隔着一道门相依而坐 过去的种种浮上心头 两人都感慨万千 长弦不知道究竟是从哪里开始出了错 他和吉彩为何总是分分合合 满是遗憾 两人都不知道该从何说来 只是默默地流泪 一直到天亮 长弦一大早要赶去户部 为吉彩办属身文件 然而当长弦拿着一身新衣服回来时 却被管事的告知 吉彩已经被皇室格格提前一步买走了 格格就是倾国俘虏猎人的首领 他和长弦在抓捕俘虏时几次交锋 在他主动向长弦展示自己的身份之后 长弦不卑不亢 从容冷静的性格 很是让他倾心 同时他又对长弦的一举一动非常好奇 于是格格派了婢女随时跟踪长弦 当他发现长弦不惜一切代价 要救下吉彩时 他很好奇吉彩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女子 竟然能让长弦如此不顾一切 所以他花重金买下了吉彩 吉彩被带到了格格跟前 格格用满语问他 为什么忍辱偷生当俘虏 吉彩却用朝贤语口无遮拦地把格格给骂了一顿 这可把一旁的翻译给难住了 他哆嗦着替吉彩向格格编了谎话 然而万万没想到 格格骑士精通朝贤语 刚才吉彩骂他的话他全都听懂了 于是吉彩就狠狠地挨了一顿鞭子 长弦听说吉彩被格格买来当婢女 他马上心急如焚地来求格格格放过吉彩 自己会为格格去找最好的婢女 格格看到在自己面前一向宠辱不惊的长弦 居然为了一个俘虏 在他面前卑躬屈膝 他内心不禁翻涌起一股醋意 他故意对长弦说要把吉彩献给皇上当宠妾 长弦听罢心中一沉 他知道格格一向言出必行 他必须另想其他办法把吉彩赎回来 机会很快就来了 因为前线战士吃紧 皇上给柿子施压 让柿子献上一批军粮 长弦主动向柿子请婴 他保证会请到军粮 但柿子务必要答应 自己请到军粮后要向皇上赎回吉彩 柿子答应了 长弦即刻启程去请军粮 在去之前他特地去看了吉彩 他说自己要去为世子出差几天 让吉彩不要担心 吉彩从其他婢女口中 得知了格格心意长弦的事情 而且格格还说过 如果长弦袒吉彩 他就会毁掉长弦 吉彩不想因为自己而害了长弦 被格格针对 于是他撒谎说自己在格格这里过得很好 请求长弦不要为他做任何事情 然而他脖子上的淤青却骗不了长弦 在长弦走后 格格问吉彩是愿意去伺候皇上 还是愿意留在他身边当一辈子的婢女 吉彩思索片刻说自己愿意去伺候皇上 这个回答让格格以为 吉彩是贪图荣华富贵的人 但吉彩其实心里已经有了一个计划 第二天 格格把吉彩带到了皇上面前 吉彩看了一眼 一旁的小珍鼓起勇气 用刚学的蛮语向皇上伸冤 他把自己被误抓 沦为俘虏的遭遇 以及朝鲜的女俘虏们 被女主人虐待的事情 全部说了出来 皇太极对这个为了禁言 特地学蛮语的朝鲜女子 很是佩服 他马上召集群臣 并下了明文规定 以后不准虐待朝鲜俘虏 如果以后再听闻有人虐待俘虏 皇上一定会要了他们的命 并让妻妾跟着一起殉葬 在这之后 虐待朝鲜俘虏的事情得到了禁止 然而对于被误抓而来的吉彩 皇上认为 那也是主人花了钱买来的财产 所以皇上又把吉彩还给了格格 让格格自行处置 于是格格又把吉彩带回来 关到了小黑屋里 长贤好不容易请回军粮 却得到这样的消息 他无可奈何地来到格格面前 向格格下跪 他说自己愿意代替吉彩授罚 无论是割断脚筋 还是砍断手指 甚至可以做格格的奴仆 只求格格能网开一面 放过吉彩 格格说 如果长贤能答应 陪他去玩一场赌上性命的狩猎 或许他就会告诉长贤 吉彩的下落 长贤深知 这场狩猎凶多吉少 但为了吉彩 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第二天 格格居然带着长贤来到了一处草原 这里是俘虏从沈阳回朝贤的必经之路 而且根本不适合狩猎 格格说他们打的不是猎物 而是俘虏 说着格格就指向远处的 一个在赶路的俘虏 长贤顺着望过去 发现那个俘虏竟然就是吉彩 长贤的心顿时紧张起来 原来早上格格命婢女把吉彩放回家 但在走之前 婢女警告吉彩 必须按照格格规定的路线走回去 而且绝不能见长贤 否则长贤就会经历极其痛苦的事情 吉彩不理解格格的用意 但他还是按照格格的要求 踏上了回朝贤的路 格格看着远处的吉彩 说出了狩猎的规则 规则只有一条 谁先抓住俘虏谁就赢 如果格格赢了 那么吉彩和长贤就都能活命 但吉彩要一辈子留在格格身边 当奴婢 如果长贤赢了 那么格格就让吉彩回去 但是长贤就必须死 长贤看着远处的吉彩 在心里默默做出了选择 说完 格格拿刀刺伤了长贤的马匹 意思是让长贤用跑的去追俘虏 格格话音刚落 长贤丝毫不敢犹豫 马上朝着吉彩的方向狂奔 他一边喊着吉彩夫人 一边追 吉彩纹身回头看到了长贤 他激动的正想要过去 但想起婢女的警告 吉彩不敢停下 转身朝着前方快步的走去 此时格格骑着马追了上来 长贤拼了命的一边喊一边追 眼看着吉彩没有回应 而格格又超过了自己 长贤情急之下 喊了吉彩的名字 吉彩看着朝自己而来的长贤 再也摸不动脚步 而格格也拔出剑射向了吉彩 格格停下来 搭剑瞄准了吉彩 没想到被长贤挡了下来 格格把受伤的长贤带回来后 就愤怒地离开了 他很不理解 为何长贤为了区区一个女人赔上性命 吉彩终于回到了朝贤 然而回来后 他却发现丈夫早已娶了妾室 而且小妾还有了六个月的身孕 丈夫剧原5对此并没有做解释 而是着急地向吉彩确认 他在俘虏市场里有没有被蛮衣糟蹋 吉彩对剧原5十分失望 转身就走 离开时那个怀孕的女人 生怕吉彩回来抢她的位置 哭着求她不要再来找剧原5 吉彩看了一眼女人隆起的肚子 一句话也没说就离开了 在回家的路上 吉彩所到之处都是闲言碎语 男人骂她是被蛮衣糟蹋的脏女人 女人们指责她被糟蹋了还狗活 丢尽了朝鲜女人的颜面 吉彩忍无可忍的 扇了一个嘴碎男人两个大耳光 吉彩的家人 也同样因为吉彩而被指指点点 有人当着吉彩父亲的面 让吉彩要么离开村子 要么以死来谢罪 父亲内心愤怒却不敢反驳 剧原5又让吉彩的妹妹 来问吉彩有没有被糟蹋过 她想要吉彩的答复 才能决定要不要离婚 吉彩思索了一番 始终没有回答 晚上睡觉时 父亲走进了吉彩的房间 因为受到闲言碎语的刺激 父亲的精神病发作 掐住了吉彩的脖子 吉彩苦苦挣扎求救 幸亏闺蜜及时闻生赶来救了吉彩 吉彩不忍心家人们因为自己 而受到歧视和指责 他决定和剧原5离婚后离开村子 两人在铁匠铺见了面 吉彩说 自己在俘虏市场确实受尽了耻辱 但被蛮医糟蹋 并不是他的错 如果剧原5因此而要求离婚 他是绝对不会退让的 但是他在沈阳遇见了长衔 得到了长衔的帮助 才得以回到朝鲜 在沈阳时 他把自己的心给了长衔 再也收不回来了 所以他才要和剧原5离婚 离婚后 吉彩带着匆匆离开了村子 他们在外面买下一个破败的房子 过起了单身生活 在这里 他们陆续收留了一些无家可归的孩子 和一个也是从俘虏市场回来的女子 不久后清国终于让朝鲜世子回国 长衔也跟随世子回到了朝鲜 接到消息的吉彩到城门迎接长衔 却不敢与长衔相见 因为他害怕被长衔看到 自己这副穷酸的样子 回到朝鲜的俘虏和义官们 纷纷回了故乡 而长衔的故乡就是吉彩的身边 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去见吉彩 看看吉彩过得怎么样 一旁的梁音听了之后 悄悄找到了吉彩 他知道吉彩已经离婚 日子也过得不好 为了不让长衔看到吉彩这副样子 他给了吉彩一套新衣服 请求吉彩主动去见长衔 不仅如此 梁音还让吉彩以后都不要再见长衔 因为长衔每次和吉彩在一起 都会遇到灾难 甚至有几次差点赔上性命 对长衔而言 吉彩就是诅咒 吉彩听了这番话 回想起过去的种种 瞬间哑口无言 第二天吉彩去见了长衔 为了让长衔能对自己死心 吉彩假扮成了大肚子的孕妇 两人在热闹的街上叙旧 吉彩故意说丈夫很疼惜怀孕的自己 每天让一大堆庸人把他伺候得很好 长衔看着吉彩幸福的模样 也放下心来 吉彩随口说了一句想吃真高 长衔就满大街的为吉彩买来了 吉彩吃着美味的真高 不知不觉泪水湿了眼眶 没过一会 吉彩说丈夫来接自己回家了 说着就要走向租来的轿子 长衔却突然拉住吉彩 他说明天良因为了纪念回到故乡 会叫来亲朋好友献哥 他希望吉彩也能来 这是他最后的请求 吉彩不忍心拒绝 于是就答应回到家后 吉彩脱下这身昂贵漂亮的新衣服 换上粗糙的布衣 为孩子们梳洗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长衔正在门外张望 原来巨战再从从那里打听到 吉彩被巨员午休了 还被迫和家人分离 住在这破败的房子里 长衔看着艰难的吉彩 不禁流下泪来 第二天 吉彩又打扮成孕妇模样来赴约 长衔并没有揭穿他 而是拉起他的手 走进了院子 两音为晚的歌声在萦绕 吉彩脑子里不断闪现 和长衔在一起的一幕幕 最终他再也控制不住情绪跑了出来 吉彩说自己现在过得很好 请求长衔不要再同情怜悯自己 两人就当从未见过面 说完就转身绝情地离开 这一次 长衔不想再放弃 他来到了吉彩家中 吉彩似乎知道他要来 已经做好了一桌子饭菜等着他 这也是他一直想为长衔做的事情 长衔不禁感慨 以后要是能和吉彩这样生活 千年万年就好了 酒足饭饱后 吉彩说自己实现了一直以来的愿望 他对长衔再也没有期盼了 长衔却突然问他为什么离婚 吉彩叹了一口气 准备倒出缘由 然而长衔早已猜到 他是因为被糟蹋才被丈夫嫌弃 不等吉彩开口 长衔就抢先表明自己的心意 纵然是勇敢坚强的吉彩 内心深处也会对李教有所敬畏 长衔从来不在乎这些 他从第一次见到吉彩的时候 就一直想要的都是吉彩的心 他以后都会留在吉彩身边 就算吉彩推开他 他也不会离开 为了向心爱的女孩求婚 长衔特地从清国买了几百双绣花鞋 然而当他满心欢喜地上门提亲时 却发现吉彩早已和其他男人递结了婚约 当吉彩发现长衔时 整个人呆愣在了原地 长衔失望地看着吉彩 愤怒离去 吉彩被长衔的出现 彻底扰乱了心神 他不顾从从地阻拦 跑去找长衔 伤心的长衔正在院子里 把那些绣花鞋一双双烧掉 当他拿起最漂亮的那一双时 却犹豫了很久 吉彩找上门来 他伸出手 小心翼翼地触碰背对自己的长衔 手心传来体温的那一刻 吉彩喜极而泣 确定了眼前之人就是长衔 然而长衔怒气未消 吉彩被长衔的话呛到 也毫不客气地回怼长衔 两个情绪上头的人 用违心的话互相回击 彼此始终不肯说出真心话 冷静下来的长衔 再次去找吉彩 却恰好 看到吉彩和未婚夫在门口道别 长衔看得出 男人是真心喜欢吉彩 吉彩说剧元5很善良 而且还是他的救命恩人 当初他们在江华岛 被蚂蚁追杀时 是剧元5出手相救 长衔想起那日 其实是他杀了那些蚂蚁 吉彩返回时 误把赶来的剧元5 当成了救命恩人 长衔当时想到 吉彩是因为听了自己的话 到江华岛避难才遇险 所以才愧疚地 没有把真相告诉吉彩 然而这番迟来的解释 并没有打动吉彩 他埋怨长衔去了沈阳之后 救了吴英逊 让他误以为他 早已经死在了沈阳 长衔很是惊讶 不知道这误会从何而来 他马上叫来 匆匆求证 原来吉彩一直都在等待 长衔从清国回来 但长衔一直了无音讯 担心的吉彩到关牙 查看从清国送回来的遗物 在遗物里 他发现了 自己送给长衔的发带 和长衔随身携带的扇子 长衔曾经说过 除非自己死了 否则绝对不会扔下 吉彩的发带 吉彩伤心地以为 长衔已经死了 后来吉彩 又从梁英的口中得到证实 他更加对长衔的死 深信不疑 最后的一丝侥幸破灭后 吉彩每天抱着长衔的遗物 以泪洗面 长衔马上跑回家质问梁英 可梁英却说出了 自己的一番苦衷 梁英一直把吉彩 视为不祥之人 吉彩会给长衔 带来不幸和伤害 他向来不喜欢 吉彩和长衔在一起 而且他从沈阳回来后 吉彩已经和剧原舞订婚了 当吉彩来向他 确认长衔的生死时 他索性对吉彩撒谎说 长衔已经死了 长衔愤怒地 再次找到了吉彩 他向吉彩解释 自己在倾国被事物缠身 才没有给吉彩来信 而吉彩冷笑地说 他早已习惯 长衔总是把自己 排在其他事情后面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 又开始互相追责式的对话 吵了很久 他们也不知道 到底从哪一步开始错 或许两人的命运 就是注定要错过 如今吉彩已经收下彩礼 几天之后 便要与剧原舞完婚 长衔不在乎这些 即便有重重阻拦 也抵不过他对吉彩的爱 他把吉彩抱入怀中 恳求吉彩能给自己一次机会 他以后不会再丢下吉彩离开 也不会再让吉彩等自己 吉彩因为长衔的话 内心十分挣扎纠结 吉彩嘴上说着不会离开 但在婚礼前夜 他脸上却没有一丝笑容 整个人心不在焉 此时长衔再次来找他 长衔说自己最后问一次吉彩 如果吉彩能做到 一辈子假装不认识他 和其他的男人幸福的生活 那他就放手离开 再也不会出现在吉彩身边 如果吉彩做不到 现在就抓住他的手和他一起离开 吉彩却突然笑了 长衔总是每一次对他申请告白后 又离开 而他每一次都在原地交心的等待 思念长衔 被长衔伤透心的他 不想再相信长衔 长衔没想到 吉彩早已在很久之前就爱上了自己 他再次恳求吉彩跟他离开 这次吉彩终于伸出手 义无反顾的和长衔一起私奔 当剧原武发现吉彩失踪时 吉彩已经和长衔 躲到了郊外的一家小旅店 老板娘看到吉彩脏兮兮的裙摆 八卦的问他是不是私奔的贵族小姐 长衔内心窃喜 忍不住偷笑 半夜吉彩睡着后 长衔看着吉彩黑乎乎的袜子 拿出了那双舍不得烧的绣花鞋 在吉彩脚上比来比去 吉彩醒来 问长衔愿不愿意做自己的夫婿 长衔一把搂住吉彩 对他深情告白 他说比起做吉彩的夫婿 他更要做的是吉彩的仆人 此时闺蜜和从从在门外叫了吉彩 闺蜜已经从巨战口中得知 吉彩要和长衔私奔 但他不是来指责吉彩 他带来了吉彩的一些物品 让吉彩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他会为吉彩照顾父亲和弟弟妹妹 吉彩感动地抱住闺蜜痛哭道别 第二天一大早 长衔要前往码头准备渡船 安排好渡船后 他再回来接吉彩一起离开 吉彩待在房间里 穿上那双绣花鞋 静静等待长衔归来 然而此时 他却突然想起 昨晚从从的话 从从说吉彩失踪后 吉彩的父亲就精神病发作 天天吵着要出去找吉彩 吉彩实在放心不下 他给长衔留下书信 然后回家去见父亲最后一面 此时巨元5为了找到吉彩 来到吉彩的家里 故意把吉彩神志不清的父亲放了出去 他知道吉彩一定会回来见父亲 吉彩在街上看到了四处游荡的父亲 他悄悄跟着父亲来到山里 才敢上前相认 吉彩拉住父亲的手 告诉父亲自己要去其他地方 让父亲不要担心 此时远处传来巨元5的声音 吉彩起身想要离开 却被父亲拉住 父亲在这一刻恢复了神志 他抚摸着吉彩的脸 让吉彩不要牵挂家里 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此时巨元5赶了过来 两人站在小河对岸四目相望 吉彩一句话也不说 决绝地转身离开 巨元5难过地站在原地没有追上去 他知道吉彩心意已绝 长衔看到吉彩的书信后 收拾好东西到码头等着吉彩 吉彩朝着码头的方向飞奔而去 准备到达时 吉彩却停了下来 想到垂老神志不清的父亲 和家里年幼的弟弟妹妹 吉彩万般纠结 泪如雨下 最后他再也挪不动脚步 选择了回头 长衔在码头苦等一夜 天亮后他来到了吉彩的家中 吉彩家里正在张灯结彩办婚礼 而吉彩和巨元5面对面有说有笑 长衔久久地凝望着吉彩 他知道这就是吉彩的选择 长衔泪水滑落 伤心地转身离去 吉彩回头 恰好看到了长衔离去的身影 他让从从把那双绣花鞋和一封书信 交给了长衔 吉彩说自己确实为长衔暂时动摇 但自己对长衔的信任和爱 还没有到放弃一切 随他而去的地步 从今以后 两人忘掉情谊 相忘于江湖 长衔把书信扔到了水里 在去清国之前 他曾经许诺 要寻来这世上最美的绣花鞋 献给吉彩 如今一切都物是人非 他把最后的那双绣花鞋也扔到了水里 就让两人的感情 随着这双绣花鞋飘向远方 在岸边看着长衔远去的吉彩 心被撕成了碎片 曾经他恨透了长衔 一次次离自己而去的背影 如今站在这里 又一次看着长衔的背影 他反而恨透了抛弃爱人的自己 也终于能理解长衔离自己而去时 内心的痛苦 他再也无法面对长衔 只能殷切地祝福长衔 男孩是地主家里 专门负责烤肉的奴仆 每次主人在家里请客喝酒 男孩就在一边为主人烤肉 烤架上的肉滋滋冒油 香气扑鼻 男孩只能看着狂咽口水 烤肉端上桌后 客人夹起一块给男孩投胃 男孩不好意思推脱便接受了 吃到美味的他忍不住地开心 然而一旁的主人却不高兴地黑了脸 客人走后 主人就把男孩叫到跟前 狠狠地扇了一个大耳光 主人把男孩当成自己的玩物 为了给男孩一个教训 也为了满足自己变态的占有欲 他拿着烧红的小刀在男孩的胸脯上刻字 男孩痛苦地挣扎哀号 却无济于事 在一旁烧炭的长贤实在看不下去了 他拿起一块石头狠狠地砸晕了主人 得救的男孩立刻起身缩成一团 看着奄奄一息的主人 他吓坏了 闯下大祸的长贤说自己要逃命了 问男孩要不要一起逃 男孩答应了 于是长贤拉着男孩连夜逃到了清国 两人一起投奔了江湖大哥 才躲过了地主的追捕 从此男孩和长贤相依为命 兄长和家人 后来长贤发现男孩嗓音优美 歌声动人 于是他给男孩取名为梁音 长贤很擅长做生意赚钱 无论他去到哪里 都会带着梁音一起 梁音遇到危险 他总是第一个奋不顾身地去救梁音 他把梁音当成自己疼爱的弟弟 然而梁音却对长贤产生了不一样的感情 这日他将烙铁烧得通红 咬牙强忍着剧痛 硬生生地把地主 刻在自己身上的字给去掉 梁音不敢把这份隐秘的深情竖之于口 他只能扮演一个弟弟的角色 才能一直陪在长贤身边 长贤喜欢在睡觉前 让梁音给自己唱一曲 还说等自己赚够了钱 就给梁音开一家旅馆 让梁音能够尽情地唱歌 梁音让长贤先考虑婚姻大事 不久后 长贤真的为梁音开了一间气派 豪华的旅馆 梁音喜不自身 他以为何长贤能就此逍遥一生 然而在旅馆开业现场的那一天 梁音却发现 长贤第一次带了一个女子同行 他能从长贤的眼里看得出 长贤喜欢这个女子 而那一天之后 长贤整个人就变了 梁音并不是不能接受长贤喜欢女子 但这个叫极彩的女人 却让长贤好几次都为了救他 而久死一生 梁音因此把极彩视为不祥之人 长贤为了向极彩求婚 特地在清国买了好几百双绣花鞋 因为事务繁忙 长贤还要留在清国 他让梁音先回朝鲜 把自己即将回国的消息告诉极彩 然而梁音看着那些白满衣柜的绣花鞋 却十分嫉妒 回到朝鲜后 他发现极彩不仅有了婚约 而且还误以为长贤死在了清国 于是他干脆撒谎说 长贤确实已经死了 极彩文言彻底死心 和别人结了婚 长贤归来后和极彩遗憾的错误 得知梁音自作主张向极彩撒谎 长贤心中愤恨不已 但梁音却说自己并不后悔 即便是再重来 他也还是会这么做 从此 长贤和梁音之间就有了隔阂 长贤再次踏上去清国的路 梁音不敢再追随 他留在朝鲜 经营着长贤为他买下的旅馆 因为太过思念长贤 他每日买醉麻痹自己 喝醉了 就到极彩家附近望着极彩 因为极彩是离长贤最近的人 他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寄托自己的思念 后来有女子对他倾心 他为了隐藏自己的情感 和女子在一起 女子真心喜欢梁音 梁音也努力地对女子倾注感情 然而当女子碰到他的疤痕时 梁音却慌忙地起身离开 女子并不迟钝 他早就察觉出 梁音的心里有一个放不下的人 但他没想过那个人是个男人 后来 长贤因为被当成叛军追杀 而下落不明 梁音也被关起来 直到白发苍苍 出狱后 他终于放下执念 与极彩和解 临走时 他带走了长贤最爱的扇子 然后再也没有出现 优优独播放